一阵响亮的鞭炮声锣鼓声 在南投市大碑应天堂前的广场响起 这一天一大早六点多 各地信徒就聚集在应天堂广场前 准备搭游览车 进行一整天的绕境祈福 进香活动 二十台游览车在旁等候 应天堂主要四奉北极玄天上帝 主神被迎上神教 镇头也一个一个热闹上场 准备一起南下绕境 县议员曾正言也是应天堂的主任委员 他说应天堂已经有四五十年历史 香火鼎盛 香客众多 今年突破往年纪录 共有二十台车 一千两百人共襄胜局 今天是我们应天堂的这个高兴 大学人员差不多是清晰的 也很幸福的典型 也是我们感谢我们的共助 我们应天堂三千四和我们的所有委员 所有的干部的奉仇 我们每一年光阳人都很多 我们的所有的典型 所有的典型来这里参加 我们应天堂的众心 保护大家身体健康万输水 唐主曾荣山说 今年南下与各宫庙交流的地点 共有三处 就是嘉义眉山的玉须宫 民间松柏岭的寿天宫 万丹的顺天宫 信徒西家带卷来进香 可说一年比一年热闹 今天是我们应天堂三年完口 有我们这个委员 这个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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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知道 一年比一年更加热烈 今天有三位 第一位是 嘉义眉山 玉须宫 第二位是 我们千百家 守天宫 第三位是 南大 万丹 守天宫 为了这次的绕境祈福活动 地方上出动的镇头阵容十分庞大 年年的鞭炮声香火缭绕 期盼神明保佑地方平安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